欢迎收看老张卫旅行,这次我们要到关西看仙草花 车子停妥之后,今天的关西小镇之旅 就从东安谷桥开始 东安谷桥的桥体为武拱结构,造型典雅优美 食材是取自当地的方锦石,每一石块的色泽纹理都不同,真的蛮特别的 观赏完优美的东安谷桥之后,先到餐厅吃个午餐 这家店历史悠久,号称是全台最老字号的客家餐馆 闷笋吃起来口感鲜脆,清淡中带有淡淡的油香 板条本身Q弹好吃,调味同样是非常的清淡 关西特色扁面又油又香,吃起来很有嚼劲 口味一样是清淡淡淡的 适中间,角色承受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耸入云的松树见证了关西分住所的百年岁月 直到2017年新的关西分住所落成之后才工程升退 关西老街上有许多特色店 书店 咖啡店 文创礼品店等等 使老街老房充满了人文气息 走过关西老街转进南山社区 场景立即转换为开阔的农田景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这个仙草花田面积不是很大 然而在蓝天青山的衬托之下 也是蛮美蛮有味道的 南山社区这里有三棵树很有名 其中两棵就在仙草田的旁边 古歌地图上的名称是凤凰木良亭 实际上则是设有座椅 很适合在这里休息拍照 走过南上大桥 去看看几个历史古迹 哦 对了 还有第三棵树就在桥的那一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完古迹之后 走回镇上吃个仙草冰吧 回程不重复走老街 改走石板路 也可回到镇上 又回到了旧关西分住所 再走几分钟就可以喝到仙草茶了 只喝仙草茶还不过瘾 还要到仙草巷吃仙草冰 走进名服其实的仙草巷 有种也有洞天的气氛 还要坐电梯才能到哦 听说这里的仙草洞是用寒天蒟蒻制作的 所以吃起来热量低比较健康哦 吃完仙草 今天的关西仙草之旅 就此告一段落 我们这次从东安古桥出发 经过文人像 再走过关西老街 看了仙草花海和古迹 整个散步路线大约3.4公里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哦 老张维旅行 我们下次见拜拜